老鱼给吕富蒙打电话他却没接 在网上看到他今天正在办画展 于是直接来艺术馆找他 此时的吕富蒙 正生情并茂地给客户们讲解着作品 转头刚好看见老鱼 顿时明白他是来要账的 为了画展的顺利进行 连忙把老鱼网楼上带 边走还边说今天不管他有多着急的事 都得等他办完画展再谈 接着就把老鱼带到用餐区 让他随便吃 吕富蒙没辙只能先上去安抚老鱼 上来就对着老鱼破口大骂 老鱼却不慌不忙地让他坐下好好说 吕富蒙认识老鱼多年 深知他老是软弱的脾气 还以为老鱼这只是在虚张声势 要是还他钱还得从长进 本来老鱼还想好好和他说 不料这是楼下一客户的一句话 直接惹毛了他 现在什么人都有 没有什么到那底线 全当是女人不孰吧 你他妈说谁女人不孰 老鱼怒吼着说自己 不过就是要回属于自己的钱 怎么在他们口中就成了女人不孰 两人多年的兄弟情 也犹如摔碎的香槟一样 再也复原不了 老鱼拿到钱后 第一时间就去兑现自己的承诺 给甘红买了一辆新车 还亲自送到他娘家来 在饭桌上 看到小舅子像使魂庸人一样 让甘红给他盛饭 老鱼一把拦住了甘红 质问小舅子为何拿他姐当保姆 怎么不让自己媳妇去盛饭 一会儿你今天有点意思啊 你是不是欠收拾啊 老鱼接着就准备拿起杯子砸过去 甘红见状连忙拉住了他 冷静了片刻 老鱼从兜里拿出车钥匙递给甘红 说车已经给他买回来了 两人该办的事也可以办了 让甘红以后回家去住 说完便离开了这个让他厌恶的地方 老鱼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于是打算离婚后 把房子留给老婆儿子 自己在外面租了间房 从阳台看出去刚好能看到自己家 也方便随时能看到儿子 签好租房合同后 老鱼正准备回家收拾自己的东西 却看到安妮站在门口 你干什么 你关谁 在这儿 哦 回来了 进屋后 安妮把上次扣她的两千块钱还给了她 表示自己是代表公司来慰问她 还给她带了不少礼物 接着就把手放在了老鱼手上 问她那天在KTV看到什么 听到了什么 或是拿走了什么 老鱼一听就急了 连忙抽回自己的手 解释自己什么都没拿 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永远都要污蔑自己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很重要 会出人命的 我管你们出什么人命 冷静点 冷静点 我没拿你东西 我没拿 没拿 没拿 安妮见老鱼越说越激动 连忙转移了话题 说自己还特地给她买了条皮带 接着就要起身给她穿上 老鱼拦住她说自己来 安妮这时看到桌上有瓶茅台 拿起酒瓶就给自己倒了一杯 表示自己就当给她道歉了 接着猛炫一口才发现味不对 你这毛 待她缓过来 便说她买的这酒是假的 老鱼说自己花了一千多在专卖店买的 怎么可能是假酒 安妮拿起酒瓶就给她科普 瓶子底下光溜溜的就是假的 而且她买的这瓶还不是普通的假酒 还是假酒中的劣质品 老鱼一听就急了 这不摆明就是看不起她吗 难道只有他们喝的是真酒 就自己喝的是假酒吗 两人随即就吵了起来 老鱼说着说着就把安妮连同她带来的东西 一并赶了出去 别动我 出去 我自己走 你出去 走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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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